朱立伦好像一个什么私自老人的照顾计划 柯文哲即将要参加的这场活动 是由朱立伦担任创办人的协会发出邀请 蓝营方面分析 朱立伦有意走出同温层 希望跟台湾民众党等第三势力合作 成为泛兰最大公约数 而柯文哲不止要跟朱立伦同台 前几天才与马英九同框 另外还去台中跟卢秀燕参序 被认为拉拢蓝营意味浓厚 蓝白密切交流受到外界关注 而这两天话题性更高的 则是柯文哲与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 王世坚的握手 就这短短的两秒钟 柯文哲王世坚多年的政坛宿敌 能否一握免恩仇 看来柯文哲跟王世坚这一闪即逝的礼貌性握手 依旧无法一笔勾销两人多年来累积的恩怨 我看来说这颗文哲的恩怨 我看来说这颗文哲是有严重的